那我们就看到这个 林志坚开了一个记者会嘛 对不对 开了一个记者会 终于是他第一次 比较 要讲诚恳吗 至少是比较直接的 去面对论文的问题 以前他就说这是抹黑 你不管怎么问他细节 他都说是抹黑 那他愿意开记者会 这是一件好事啊 但这个记者会里面呢 大家也觉得还蛮有趣的 立委郑运鹏这个角色 郑运鹏很想选啊 大家知不知道 他很想选桃源 那你就看到很奇怪 详细说明了写作的时间轴 修改论文 还有终于拿出了 跟陈明通的email记录 等等等 记者会总长 一个小时18分 大家算一下 林志坚才讲了28分钟的话 但郑运鹏讲了36分钟的话 到底是林志坚的论文 还是郑运鹏的论文啊 还是林志坚对自己的论文 不太有把握 还是很多事情不好说 或者他也不清楚呢 那就很奇怪 有点反客为主的概念 为什么郑运鹏 讲的比这个林志坚还要长 所以朱凯祥就告诉大家嘛 可以 这真的很志坚 论文是别人在写 记者会都是别人在讲 那他讲这个 国民党就说嘛 主持 国民党先见缝插针了 主持的郑运鹏 在学经历跟谈吐上 都更优秀哦 那当然这个郑运鹏呢 讲着讲着讲着 就开始提出了抨击 不只是防守 对民进党来讲呢 攻击向来更重要 开始攻击台大的 苏宏达院长 苏宏达是台大社科院的院长 他说苏宏达过去发表言论 都是反民进党 挺国民党啊 好像攻击民进党开放 美猪进口一样 好注意哦 攻击手出来了 我先请小新来谈一下 你怎么看待这个记者会 你有没有看待这个 所有的这个过程 我今天听到一个朋友 讲我快笑死 他说很期待嘛 他就看 看了个半天 他还以为说 糟糕了 他是不是错过 林志坚是不是已经讲完了 怎么会郑运鹏讲那么久 他回放 后来才发现没有 原来这个 真的是这个郑运鹏 露露等讲一大堆 反客为主 这个比例看起来怪怪的 你怎么看 基本上现在我觉得 不要讲全台湾 就说在所有的政治圈 跟媒体圈里面 我们这个圈子里面 最不了解林志坚论文的人 就是林志坚本人了 因为我没有想到一个 论文抄袭的记者会 他就短短讲了十几分钟左右吧 我印象中是这样 然后就交给郑运鹏 然后就交给黄帝颖 他们两个呢 把他的论文讲得头头是道 就好像是 是他们写的一样 好像是林志坚写的时候 林志坚抄的时候 他们人在旁边看着一样 哇讲了好久 讲得好丰富的内容 可是最关键的问题 其实呢没有解决 而且还反而被大家 发现了更多的疑点 简单来讲呢 他们就是说法跟之前 几乎是一样 所谓的关键性证据 其实我觉得一点都不关键 他说呢 他写了所谓的研究的架构 提供了民调的数据 那我就想嘛 我们在节目上 也常常讨论各种民调 那什么时候看过讨论一份民调 三个来宾讲的字字句句 一模一样的 那你就请一个人来就好啦 所以大家今天之所以认为 他是抄袭的原因在于 你连错字都一样 就像今天 游子强老师他也发现一件事情 他呢有一个字 他用准硕士 不是用标准的准 是用准许的这个准 那有人说呢 这个是可以通用的字 但是我要告诉大家的是 哪有那么巧 两个人都刚好觉得这是通用的字 都用了同一个字 而且那整句话 大概有50个字吧 完全照抄一模一样 再来呢 他不只是一个字的问题哦 我告诉大家 他那个讲的是说呢 这个林志坚 他可能可以得到比较高的 学历的选民支持 因为呢 他是台大国发所的准硕士 可是如果这个论文是林志坚写的 他在2016之前2008年 他不就已经拿到中华大学的硕士学位吗 所以他原本就是硕士 可是小智好像忘记了 他曾经取得硕士学位一样 竟然说自己是一个准硕士 代表写这段话的人对他 要么是不了解 要么就是小智 他不晓得中了什么血还怎样了 忘记自己2008年 他忘掉自己曾经拿过一个硕士 忘记自己拿过硕士学位 才有可能写出这样的东西来嘛 所以老师就告诉我们说呢 其实你去看 有没有抄袭 第一个你可以看说 有没有完全重复的内容 有没有没有引用的地方 第三个就是同样的错误 如果你有大规模 很多处有一模一样的错误 比如说多明尼肯大学拼错 比如说呢 国发所 比如说1975年年出生 比如说Evaluating 这个不是他单纯的错误 那如果你常常有这种错误 是两个论文是一致的 那我当然合理怀疑呢 你就是有抄袭的问题嘛 但是呢 我觉得这个记者会不开还好 越开越离谱 越开越严重 就有人讲说 他是不是想用论文记者会 来救援他非常失败的球场 可是呢 他可能明天又要用球场 救援论文 论文救援球场 这有完没完 他用一个核弹去救援另外一个核弹 两个都核弹集 两个都是核弹集的嘛 因为就像是林志坚一直说 不要再看我的论文来看我的政绩 可是你的政绩也一团乱 现在在说不要看我的政绩 来看我的论文 可是你的论文也是一团糟 韩斌你怎么看 我还是觉得很奇怪 大家这个念过硕士博士就知道 第一个 你能不能过 操在你的指导教授的手中 第二个嘛 这个我们台湾人 有没有 一日为师终身为父 所以不管你的职位有多高 你进到校园里面 你就是学生 他就是你的老师 不管你在社会中的这个职位如何 这都不作数 但是你想想看 陈明通 陈明通 那他这么委屈 他指导的一个学生 他修改的东西 增补的东西 他要email给学生的助理 这个东西合理吗 陈明通指导的学生 又不是只有一个林志坚 知道一大堆 他都是跟人家的助理对接吗 真的这样吗 你觉得合理吗 他为什么不直接 难道林志坚没有email吗 他不能直接 或是打个电话给林志坚 哪边写的好 哪边写的不好 他发这个email给林志坚 我觉得这应该才是一个 比较合理的做法吧 我不知道是不是 因为我老来怎么样 我觉得刚刚像我刚跟 秀芳同学看那个进一步 不知道说我们中文系的习惯怎么样 然后你知道吗 这篇我特别爱人是什么 请查搜 老师会对学生用请查搜 这三个字吗 还是学生助理了 这不是很好笑 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现在事到变来怎么样 以前我们对老师 可是毕恭毕敬的 是啊 我怎么敢叫我的助理 去跟老师对接 对啊 我什么玩意儿 是啊 而且就算我真的 胆大包天道敢这样做 那个教授大概 基本上就不理你了吧 对 你是什么玩意儿 理得不想理你 而且我不知道 现在原来老师要负责 去帮学生改研究计划 把它改好之后 你再造这个东西去发挥 奇怪以前我们老师 怎么没有对我们这么好 我觉得很奇怪 以前我们老师通常就是 拿去重写这个不行 而且你看他还说要附上什么 上周六的什么拷贝档案 请废弃不用 可不可以公开一下 你要改怎么改 可不可以都公开一下 你上周六拷贝什么东西 我觉得本来他在说什么 他找到证据 我以为是说当时 比如说在这个之前 他在余正煌之前 他跟陈明通之间 怎么样去修改那个 研究计划研究大纲 他自己又撰写哪个部分 一搞二搞三搞四搞 这些东西拿出来 结果根本不是 结果居然是拿这种东西 而且我觉得 这根本是越描越黑 我跟大家讲一个最基本的 这个在危机处理上 这犯了一个根本性的错误 也就是如果你没有 很关键性的证据的话 你宁可不要讲